颱風山突然發威 在東部沿岸大風大雨 離島的蘭嶼更頻頻掀起了巨浪 畫面中可以看到一輛休旅車 在行經環島公路鱷魚岩附近時 突然發現有大浪打上路面 態度以為這個水會很快消退 想繼續往前開 結果沒想到就發生海水倒灌 如果再往前走 那麼淹上來的水 可能就會將這輛休旅車 打翻這驚險的一幕 也被民眾拍下 一旁的民眾高聲呼救 而隨著颱風的逐漸逼近 為了避免類似情形發生 蘭嶼鄉公所也在晚間 緊急拉起了封鎖線 在環島公路往灯塔方向的路口 進行運行性的封路 台東警分局也呼籲 颱風期間 臨海的道路容易受強風 跟強浪衝擊 影響到行車安全 請勿靠近近濱海的地區觀浪 並注意氣象資訊 及道路的通主訊息 做好萬全防災準備 作詞文 life DeLa Lunada